同样啊 这三个石头没有写着那个名字 我就不知道是谁的 那么我先拍个视频讲解 显然呢 像这种小料子啊 注意看 像这种已经没有什么加工的意义和价值了 第一注意看啊 有裂看到没有 横处交叉裂 打灯绿对吧 你不打灯你看它又不绿 你们不要看灯下面的这种颜色状态 知道吧 如果说完美无裂的情况下 那可以去考虑做一个什么小浮瓜呀 对吧 像这种小如意啊 小东西给小孩佩戴 那显然现在是不能做了 也没有必要做 以后玩家遇到这样的料子 一定要注意啊 最简单的一个分辨 咱先别说它质量好坏 就这点纹裂你就没办法去处理 对吧 如果质量高的话 那另说 但现在显然质量它也不高 对吧 高糯 你就说到天它算糯化吧 糯化也是肉质粗的糯化 带棉带裂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咱们说第二个 你看 又是这样的石头 太薄了 你看 形状太薄了 你说你把这些地方弃掉 这皮再弃掉 它还能有多少东西 如果它没有裂 OK 弃掉以后做一个随形坠子 够 但显然这个料子它有裂呀 那 你看 这有裂呀 打钉绿 那不打钉 这里是白肉 注意啊 是白肉 不是色料啊 那白肉已经擦开了 它是白肉 并且能棉重 肉质正常吧 不算很细 那 看到没有 高糯嘛 我就是 撑死说你是糯化 问题是 它现在形状不好 太素 你说这样品质 普通 太素 形状还不好 鸡雕还雕不了 你还得手工雕 不划算啊 也没有必要去处理了 这块料子 双个绳子 打个孔 双个绳子 送给老人 把丸子啊 盘个包姜还行 在我看反正没什么用 丢掉 那这块 也是一样 形状不好啊 形状不好 买的时候 上面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那这地方应该有 注意啊 水头比较短 看到没有 打灯和不打灯 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我们打灯 只是为了看看纹裂啊 水头 注意看 这块料子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就怎么切啊 把这边切掉 再把这边切掉 已经没有切掉的意义了 因为现在的表现 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 它薄 如果水头这么大 那我们切切切 可能看它中间的变化 它这么薄 已经看得非常的明显了 既然寄过来了 如果说还不死心的情况下 那咱们就把这边再切掉 这边再切掉 它就只是一个糯种 还偏灰 肉质还粗 还附着着纹裂 还有点吃脏 录着视频呢 有电话进来 这几块料子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 这位买家 你买的时候 卖家怎么跟你讲的 对吧 你卖石头 他卖石头给你 赚钱是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生意嘛 但是东西已经擦开 不好了 能不能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就不会给你带来 那么多困惑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他实话实讲 你还有 何必又寄到我这里来呢 他可能还给你了 很多幻想 能做东西 能起小限 那这样的话 我认为 很不地道 没办法 整个料子 没有任何加工的意义和价值 可以扔掉 或者是发毁 这就是我给的 最终的一个答案